大嘴巴跟大家分享 今天画的是一个斯嘉丽的仿装 好像放的不算像 但是我尽力了 因为很多人说想看斯嘉丽的仿装 那我就试一下吧 今天第一次贴大睫毛 就 还行吧 不算很糟糕 不算很糟糕 先遮一下泪膏 这样一个奇颜色的雪茄去做一下 因为欧美人比较立体 所以就安装这样立体的 方法去修 因为它的额头发际线比我低很多 然后比较方 所以这边多甜妆 然后颧骨 因为它的鼻子是鼻头有一点点翘的 但是我们亚洲人很少会长到那个翘的鼻头 所以就只能用修容去给它修饰一下 先把浅色 边拍 边压的方式 注意要轻 然后不要抹的特别用力 就是带一点按压的感觉 去把它慢慢的晕开 经过一段漫长的晕染 那现在浅色部分已经晕开了 然后我们拿出一个小的海绵蛋 把深色部分 拍开 再来定一下妆 就是不要颜色太明显的 因为会把刚刚的修容遮盖掉 最好是用透明的 实在是因为白种人的脸部太过于立体 所以变修容达不到所想的效果 把这个阴影色 把刚刚需要修的那些部分加重一下 用这个棕色去画一下眉毛 因为我的眉笔跟眉部产品都是根据发色买的 基本都是灰色的 所以我没有棕色的眉笔和眉部产品 因为它的发色会比较浅 然后我的眉毛眼色比较深 所以这里用一下一个浅棕色的染眉膏 去淡化一下眉毛 再纸上线一线 用一个遮瑕 再用一根棕色的眼线叶 这个是Kate的眼线叶 再眉尾画几根毛流 让眉尾看起来更犀利一点 然后去点斯大利的痣 然后用这个鼻 就是正常的手法就可以了 在你眼部褶皱的位置 拉一回的去加深训辨 带一下鼻量 鼻头的位置 用剩下的雨粉去修一下就好了 在你本身眼球凹陷的地方 去画一条假的线出来 现在大概是这个样子 看起来比较粗糙 没关系不要画 后面我们会拯救它 然后用刚刚那个修容的 那个鼻影的刷子 把它稍微做一下暈染 让这条线没有那么深意 用的是这个深棕色 再去加深一遍这个遮周 然后用这个鼻影色 让它看起来没有那么深意 最浅的颜色 最浅的颜色 最浅的颜色去搭 眼窝就分层营造一下 这样眼窝会更加的立体 还是用眼影 我们用一个棕色眼线笔 比较软的那种 画在眼皮的褶柱中间 印一下 让它融在深色的眼影里 然后画一下眼线 然后画一下眼线 眼尾画成上翘的 眼线 画完了 再用一个比较细闪的 眼影去洗上一下眼头 来加一下睫毛 我们来尝试一下新的东西 我们来贴下来这个加睫毛 买了这个胶 这个胶水 因为我没有给我加睫毛 所以 让我们来试试看 把这个妆容毁掉也是有可能的 然后这什么款式我也不太心修 就是看起来 看起来似乎还不错 就用这个吧 我刚刚 刚刚我把胶水粘到眼线上 天哪 Towning in the lander Way before my time has come 找一只比较粉的唇膏 然后手头只有这个是 目前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去卷个头发 然后换一个衣服 再回来 然后我把它染一个 一次性的颜色 用的是 这个 这一个一次性的染发膏 我也第一次用 据说 我上面蹭就好了 等下 等下 听到我手手 等下 我们继续 感觉它会很难洗 你会开我的手 好,好,好,好 And then you found it wasn't you Who held the sum of everything you knew We're insane but not alone We hold on